乔丹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超级得分手 整个90年代他率领公牛两次夺得三连冠 将一票同时代巨星按在地上摩擦 其实六座总冠军不是乔丹的极限 他在拿到第一次三连冠后选择退役 将天赋带到了棒球场 差不多在每职棒打了一个多赛季 乔丹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超级得分手 乔丹于1994-95赛季末复出 要知道这期间是乔丹的巅峰时期 整整两年没有任何NBA荣誉 斩获不免让球迷感到有些遗憾 如果没有中途退役 乔丹的总冠军数量或许会再增加一到两座 并且总得分也会有所突破 职业生涯15年 乔丹在常规赛能够得到场均30.1分 6.2篮板5.3助攻 季后赛能得到场均33.4分 6.4篮板5.7助攻 在得分后卫中 乔丹是独一党的存在 更高强度的季后赛 只能让乔丹越战越勇 三大巷的场均数据都超越了常规赛 生涯一共出战了1072场常规赛 出场时间4105分钟 总得分32292分 在NBA历史的得分榜单中乔丹位居第五 要知道他是用最少的时间冲击到了榜单前五 其得分能力着实非常恐怖 那么如果乔丹中途没有两次退役 他能超越贾巴尔成为历史得分王吗 贾巴尔目前以38387分位列NBA历史得分榜第一位 而乔丹和他相差6095分 这个差距对于篮球之神来说不算太多 至于说如果乔丹没有两次退役 会不会成为历史得分王 其实可以按照退役前一个赛季的场均数据来计算 在乔丹第一次退役前的1992到93赛季 他场均能砍下32.6分 而1993到94赛季是完整的82场常规赛 考虑到乔丹除了赛季报销的1985到86赛季外 8年中仅缺席7场比赛 出勤场次按照80场来计算 不过分吧 那乔丹理论上能在1993到94赛季拿到2608分 1994到95赛季 乔丹是在常规赛末期选择的付出 他在当赛季共缺席65场比赛 在出战的17场比赛中 场均能拿到26.9分 也就是说按照乔丹能在1994到95赛季打满80场 理论上来说能得到2152分 减去出战17场的457分 乔丹在1994到95赛季应该再加上1695分 第二次退役前的1997到98赛季 乔丹打满82场常规赛 场均可以得到28.7分 而1998到99赛季是缩水赛季 只打了40场比赛 如果乔丹没有第二次退役 他能在1998到99赛季拿到1148分 1999到00赛季 37岁的乔丹 肯定不能用两年前的数据计算 用奇才时期 第一场年均22.9分更靠谱一些 考虑到乔丹的身体状态正逐渐下降 按照70场比赛 算出在1999到00赛季 能得到1603分 70场比赛已经非常少了 毕竟2003年乔丹在退役时都打满了82场 2000到01赛季和1999到00赛季一样 也是按照1603分计算 得出的退役时期总得分为8657分 而乔丹和贾巴尔相差6095分 如果乔丹没有在这期间遭遇伤病 并打出理想状态 就一定能成为NBA历史得分王 要知道计算乔丹退役时期的场均得分 和出场次数都非常保守 当然了 如果遭遇大伤除外